用FPGA开发一个机械臂控制器 到底有多简单 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师 去年这个时候我发过一期视频 介绍了如何在半个小时之内 用FPGA开发一个AI视觉加速器 而且完全用软件去进行搭建 不用写一行而且要代码 那么之所以这么方便 就是因为当时用的是这一块 CREA SOM入门套件 如今一年过去了 CREA系列今年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入门套件 名叫KR260 那么新兴的朋友可能发现了 和之前的KV260只有一字之差 之前的V代表的是Vision视觉 而这里的R指的就是机器人Robotics 很高兴这次也同样第一时间 收到了AMD三营斯寄来的KR260入门套件 据说我们也是全国最早拿到这个版卡的 所以和上期视频一样 我也会带大家一起来近距离感受一下 这个版卡的细节特点和优势 那么和上期视频有那么一点点不同的是 我们并没有简单的运行一下 赛林斯的实力程序就完事了 而是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 真正用这个版卡开发了一个机械臂控制器 完成功能还是其次 真正的目的是要更好地感受一下 这种新型开发方式到底有多便捷 顺便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一个完整的项目开发周期 都需要经历哪些阶段 我们踩了哪些坑 如何解决的问题 都会在这个视频里为大家一一呈现 当然了这个项目的原代码和文档 也会进行开源 希望能帮到更多感兴趣的朋友 在开发过程中 我们一直在尝试回答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基于软件开发的 新型FPGA开发方法 是否会成为未来的主流 折腾完我们的答案是 很有可能 但是前面的路可能还很长 KR260的全称是KREA KR260开发套件 其中KREA是整个产品系列的名字 之前视频里介绍的KV260 也是这个系列的产品之一 前面说过KR260的R就是机器人 也就是说这个板卡 就是为了机器人相关的应用而特别设计的 比如今天视频介绍的机械臂的控制开发 那么事实上除了机器人的应用之外 KR260还能用于工业控制通信 然后在板卡上还有摄像头的接口 所以也可以用来做工业视觉的应用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KR260的开发板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SOM 也就是System on Module的形式 也就是说它其实有两块板卡 上面这个带黑色风扇的部分 就是FPGA卡本身 那么里面装的是一个定制版的SOC芯片 而下面的这个部分就是母板 我们叫它Baseboard或者是Carryboard 母板上包含了很多个接口 最明显的就是这四个RJ45的以太网端口 还有一个SFP加的10G的光口 这些都是为了做工业通信用的 此外还有四个USB 3.0接口 这些主要是用来提供多个摄像头的接口用 那么这种使用两种板卡的这种SOM的模式 本质上就是一种模块化的设计方法 我们可以分别设计这些核心板和母板 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要 花最小的代价满足最多种不同场景的需求 那么比如说在一个设计的开发阶段 我们肯定需要有一个很多接口的和调试功能的这种开发板 这样就能把母板上的IO接口多做一些 调试接口能丰富一些 方便我们去做开发和调试 那么当开发调试结束 需要实际应用和部署的时候 可能就不需要这些额外的调试接口和IO了 那么留着它们反而成为方便别人入侵的安全隐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在母板上只保留必要的功能 而对IPJ的部分保持不变 这样就能快速组成一个可以部署的产品化学 同理当IPJ芯片工具换代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可以保持母板不变 只需要更换上面的IPJ核心板就可以了 特别是可以附用很多母板上的资源 那么项目文件也可以不需要进行大修或者是重写 非常的方便 那么具体到这个KR260了 它的IPJ核心板其实是一个Zinc UltraSigle Plus的IPJ芯片 这是一个16纳米的器件包含四核ARM Cortex A53处理器 还有一个围绕它搭建的SOC子系统 包括嵌入式的GPU内存控制器 还有各种的IO和总线控制单元等等 可编程逻辑部分就是PL的部分 包含25.6万个可编程逻辑单元 144个BRAM 64个URAM 这些都是片上的存储单元 那么此外还有1200多个DSP单元 母板的部分前面介绍过 有4个以太网 4个USB 3.0 还有很多显示的接口树莓派的接口等等 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就能满足开发的需求了 不过我觉得KREA系列最大的特点 除了这种模块化的板卡设计之外 更多的是它的开发方法 玩过IPJ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IPJ开发起来非常的麻烦 特别适合基于CPU或者是GPU这些软件开发相比 比如说我们要玩一个Raspberry Pi 那么直接连上电源连上外设 然后开始写我们的Python去开发就可以了 但是相比之下 IPJ完全是两个概念 传统的开发方法要用特别的硬件设计语言 像Verilog, RichDial,或者是SysVerilog 以及相应的仿真和测试的方法 这个学起来就非常麻烦了 此外还需要用到特别的开发软件 比如说304的Vivado或者是Vitis 这个也需要大量的学习成本 不仅如此 IPJ的编译和调试的时间也很长 一个普通大小的这种工业级的IPJ设计 编译时间通常也需要几个小时之久 这个就劝退了很多开发者和营养厂商 所以IPJ一直是很多开发者又爱又恨的存在 一方面IPJ有各种好处 比如说可以用来做并行计算和硬件加速 同时功耗又非常低 但是另外一方面 IPJ的学习和开发的方法非常的复杂 甚至于繁琐 这个也是制约IPJ大规模发展的这种最主要的因素 但是包括KR260在内的KREA系列IPJ的开发方法 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我们不需要Vitis 不需要什么二条语言 而是通过Python语言进行开发 就能很快的跑起来一个应用 那么对于KR260来说 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能支持运行机器人操作系统ROS2 它虽然名字里有操作系统 但实际并不是像Windows Linux那样的操作系统 它更多的是一个中间键和编程框架 包含了一整套开源的软件库和工具 专门用来做机器人的编程 那么ROS2的作用就是抽象机器人控制和传感器驱动的过程 能让不同的协议和器件之间能够相互通信 那么起到了一个总线的作用 不需要交互协议 所有的控制都用C或者是Python来完成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KR260来开发一个机械臂控制系统 去年我们玩KV260的时候 用的是304的官方示例 那么在很暖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一个视觉加速器的开发 那么这次用KR260 我们挑战了一下更高难度 想尝试一下实际开发起来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也想体验一下这个ROS2系统的使用 以及这种开发方式带来的好处 那么机械臂的控制是机器人领域的主要应用之一 我们要实现的功能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复杂 就是通过摄像头定位不同颜色的小方块 然后通过机械臂对小方块进行抓取和分类放置 我们用的都是现成的机械臂硬件 和指挥军大佬自言一切肯定没办法相比 那么我们这次开发的主要目的 其实就是评估KR260和ROS系统的应用性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像赛林斯宣传里说的那么好用 那么我们确定了功能之后 就是梳理出来具体的开发步骤 主要就分以下这么几步 第一步配置KR260的Ubuntu环境 我们接下来做的所有开发 都是要基于Ubuntu操作系统 那么所以这一步就是基础 具体的做法可以参考304给出的一些步骤 链接我放在了下方的评论区里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需要选择支持KR260的Ubuntu版本 不能随便下 这个就要到304的官网 找到Ubuntu Desktop 2204 LTS的镜像 确保它支持KR260 然后下载并且烧录到SD卡里 烧录好SD卡之后 就是要把线缆插到KR260上 注意以太网口不要插错 同时也要插上SD卡 连接键盘鼠标 上面启动Ubuntu 这一步最后就是为Ubuntu 设置一下304的开发环境 用这里的几个命令就可以了 好了 第二步就是配置KR260的ROS2环境 那么对于KR260 Ubuntu这样的环境来说 目前可能只有一种或者是少数几种ROS2的版本 那么在安装之前 需要先安装一系列的依赖配置源 然后再下载ROS的这种包进行安装 这部分内容我就快进了 所有的命令行和代码和文档 我们都开源了 有条件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试试看 安装好之后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信息收发的测试 没问题的话 就证明ROS2已经正常运行在KR260上了 第三步 在KR260上安装JupyterLab方便调试 先下载E-Lab配置一下远程登录 然后重启一下就好了 第四步 搭建机械臂的硬件结构 这一步其实独立于IPG开发 我们用的是现成的机械臂硬件 主要设计一些组装和调试的工作 某宝上其实有很多机械臂开发键 但是大家在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问清楚控制接口到底是什么协议 这个我们其实踩了一个大坑 后面我们会介绍 第五步就是开发实际的功能 功能主要包含两块 一个是对机械臂动作的控制 一块是通过摄像头进行物体和颜色的识别 那么对于机械臂动作的控制 要通过动作组来实现 每个动作组包含初始化 复位 抓取 转移 放置 这五个基本的行动 那么每个行动或是行为的本质 其实就是对机械臂里对舵机进行控制 比如控制舵机旋转的角度和方向等等 这些都可以通过python来进行精确的编程控制 因为我们支持多个颜色的物体 在多个区域进行抓取和放置 因此每个行为又包含了很多个动作 比如说同样一个抓取的动作 在不同的区域就要控制舵机转动的次数 角度和顺序 这些就组成了一个动作组 那么我们把每个动作都做成了一个函数 然后通过不同函数的组合调用 又组成了更高层的函数 来完成不同的行为 这样一级一级下来 呈现给最上层用户的 就是几个可以调用的函数接口 当然了最后这些都会用ROS集成起来 摄像头识别的部分 使用OpenCV来实现 主要的工作有两个部分 分别是颜色识别 以及物体中心坐标定位 每个部分的具体操作 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我列在屏幕上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暂停或者是截屏保存 别着急 还有第六步 也就是最后一步 也就是把这些分立的功能通过ROS连接起来 相当于前一步我们做的都是一个一个的砖块 现在可以把砖切成房子了 那么除了识别算法和控制算法 ROS还可以直接驱动摄像头 并且通过CV Bridge 把摄像头图像传输给识别算法 识别出物体的轮廓和坐标之后 自动判断下一步要执行的动作 然后在ROS里发送给机械臂完成执行 开发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些搭建环境装软件的小问题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在开发过程中遇到最大问题 其实就是KR260目前存在的一些限制 一开始我们想用一个性能更好 功能更强的机械臂 买好了 抱回来之后才发现那个机械臂的控制端口 用的是i4C总线 但是根据KR260目前版卡的设计和引脚的分配 我们发现必须要把这个i4C总线连到KR260的FP阶端 也就是PR端 但是问题就来了 目前赛林斯提供的无光图系统 还不能支持访问IPG的PR端去新增i4C设备 这样就需要去修改无光图的系统 然后我们就很自然的去想到试试其他的操作系统 比如说我们试过这个Petalinux 并且成功的修改了设备数实现了i4C的通信 但是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 Petalinux不支持ROS也没办法下载大部分依赖的安装包和支持库 那么我们试用KR260就是为了体验ROS开发来的 所以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所以最后的方案就是选了另外一个支持USB串口驱动的机械臂 并且直接在无光图ROS的环境下完成了前面的开发 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bug 而是一些相关的功能或者是支持还没有完全的去开放 说不定过一段时间 赛林斯就更新了无光图的版本 添加了对IPGPR端爱用资源的访问支持 那么前面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比如说可以直接从IPG的可编程硬件的部分访问外设 那么这样肯定就方便了多了 除此之外一些其他的彩横总结以及解决方案 也以文档的形式列出来了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GitHub或者是GitE自行去查看 这期视频带大家一起来看了一下 赛林斯最新的KREA KR260机器人开发套件的开发全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不接触到IPG的底层硬件内容 那么如果你是个软件开发者 可以利用这个平台直接进行上层的机器人相关的软件 和算法的开发和加速 这个就大大降低了使用IPG的能坎 这个过程也非常有趣 同时也能慢慢接触到软硬件协同开发的知识细节 并且锻炼这方面的技能 那么关于KREA KR260的学习资料 还有基于KR260机械臂控制项目的具体细节 步骤还有代码 我们都总结成了详细的文档 放在了下方的评论区里 想学习和上手的朋友可以从这里开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有用请点赞 喜欢请关注 我会把更多这样的内容不断带给大家 我是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